早安,YouTube,欢迎来到我们的科学微学习频道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分享 了解过敏,原因,症状和管理 介绍 过敏症影响全球很大一部分人口 导致不适并干扰日常活动 当免疫系统对无害物质做出反应时 就会发生过敏 就好像他们是危险的入侵者一样 本文旨在全面概述过敏症 包括其原因,症状和管理策略 过敏的原因 过敏源可有多种被称为过敏源的物质引发 常见的过敏源包括花粉、蝉蜂、宠物皮屑、某些食物 昆虫叮咬、霉菌包子和某些药物 当暴露于过敏源时 免疫系统反应过度并产生抗体 特别是免疫球蛋白EH 然后,这些抗体会触发化学物质 例如阻碍的释放 从而导致过敏症状 常见的过敏症状 过敏症状可能因过敏源的类型 和个人的敏感性而异 常见症状包括 呼吸道症状 包括打喷嚏 鼻塞、流鼻涕、眼睛发痒或流泪、咳嗽和喘息 这些症状通常与花粉或霉菌包子 引起的季节性过敏 花粉症有关 皮肤症状 过敏会引起皮肤反应 例如臊氧、蕁麻疹、湿疹、红色 发炎的皮肤或肿胀 血管性水肿 接触某些物质 如乳胶或某些化学品 可能会引发这些症状 消化系统症状 摄入过敏性食物会导致胃肠道症状 例如恶心、呕吐、腹痛、腹泻 甚至过敏反应 这是一种严重且可能危及生命的反应 眼睛症状、眼睛发红 发痒和流泪是常见的过敏反应 称为过敏性结膜炎 这种情况通常与呼吸道症状一起发生 管理过敏 虽然过敏症无法完全治愈 但可以有效控制其症状 以下是过敏管理的一些策略 避免、识别和避免过敏源 是控制过敏的第一步 例如在花粉高发季节关上窗户 使用防过敏的床上用品 以及避免已知的触发食物 可以帮助减少暴露 药物、非处方抗阻碍药 减充血剂和喷鼻剂 可以帮助缓解轻度过敏症状 在更严重的情况下 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可能会推荐处方药 例如皮质类固醇或免疫调节剂 免疫疗法、过敏注射 也称为免疫疗法 可有效降低对过敏源的敏感性 这种治疗包括定期注射少量过敏源 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免疫系统脱敏 应急准备 对于有严重过敏症的人 携带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如IPPEN至关重要 这种紧急药物可以帮助抵消过敏反应 直到医疗救助到来 咨询专家如果过敏严重影响您的生活质量 或者症状严重且持续 建议咨询过敏症专家或免疫学家 他们可以进行测试以确定特定的过敏源 并提供个性化的治疗计划 结论 过敏是一种常见的健康问题 影响着全世界数百万人 了解原因 症状和管理策略对于过敏症患者至关重要 通过实施避免措施 使用适当的药物并寻求专业建议 个人可以有效地控制过敏 并过上更舒适的生活